三百个月大的女人正在帮女儿洗澡 没想到竟然打起了瞌睡 女儿慢慢地迅速滑进了浴缸 好在女人及时清醒 一把将女儿从水里抱了出来 得了产后抑郁的女人决定独自离开 丈夫只能带着女儿踏上了寻妻之路 这片乐队马上就要演出了 结果年纪轻轻的大爷走着走着突然倒了下去 正在兼职急救员的丈夫火速赶到了现场 发现大爷的血压已经飙到了三百多 双腿和脚踝也显得肿胀 评论区输入抱抱自己就能触发这个特效 不知道的抓紧去试试吧 但是大爷之前活蹦乱跳的 只是有一些咳嗽而已 急救员发现他的肺部有嗶啪声 说明他的肺部受到了严重的损伤 但是大爷为什么会昏倒呢 懵逼的急救员也是两脸懵逼 这时大爷突然醒了过来 急救员刚想询问大爷的病情 赶来的同事就直接撕开了大爷的封底 只见封底里面全是霉菌 原来大爷从来就没有清理过自己的封底 这才导致他得了过敏性肺炎 女人突然昏倒在了路边 急救员赶紧下车进行抢救 结果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妻子 然而现在还不是你浓我浓的时候 急救员赶紧对女人进行了抢救 直到把女人送进了医院 夫妻俩这才有时间坐下来谈谈 一家三口这才得以重聚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这条男人本来想给妻子一个惊喜 结果高兴的妻子有些高兴 完全没有看见对面的车辆 下一秒就把丈夫撞在了车底 惊喜瞬间变成了惊吓 一年后 消防员火速赶到了现场 男人的鲜血正在不停地往外流 很有可能是或动脉出血 但是他被卡在车底 根本没办法进行止血 消防员迅速固定了车轮 就在他们用千斤顶抬高车辆的时候 男人却直接化出了杀猪般的惊喜 原来他的几条腿卡在车架和变速器中间 抬车的时候他也会一并被抬起 有人建议直接拆下发动机 但是就算专业的维修人员也需要20分钟 到那时男人估计早就凉凉了 如果再不尽快想出办法的话 消防员只能给他进行现场截肢了 队友表示要不用润滑液再试一试 现在也只能活马当死马医了 润滑液涂抹到位之后 消防员再次尝试抬高了车辆 好在有评论去狗头的庇护 男人的腿终于拿了出来 由于失血过多 男人已经陷入了昏迷 紧接着就失去了脉搏 消防员赶紧进行了心肺复苏 然而一点毛用也没有 妻子只好带着宝宝来见他最后一面 这时几个月的宝宝竟然张开了嘴 听到宝宝的呼唤 身为父亲的他瞬间满血复活 这可能就是亲情的力量吧 紧接着又一个案件发生了 消防员正在进行救援任务 结果地面突然发生了坍塌 下一秒 不要钱的消防车就掉了下去 就在遥远的刚刚 一坨人坐在一起聚会 年纪轻轻的大爷告诉他们 只要喝了这杯更新与重生的茶 就可以像奥特曼一样获得重生 一条女人表示这里没有胎盘之类的东西吧 大爷说这是补老的秘传配方 只有红茶绿茶各种茶 还有一些白蘑菇和黑蘑菇之类的东西 众人一听说到蘑菇 立马想到了白杆杆躺斑斑 这不是明显拿东西骗我吗 大爷见状有那么快跑那么快地溜了出去 一坨人赶紧追出去找他退钱 结果大爷的几条腿一软 直接摔下了悬崖 很快消防员就赶到了现场 好在命大的大爷有些命大 除了全身骨折之外并没有其他伤痛 消防员赶紧把车开到了悬崖边 把安全绳绑在云梯上之后 消防员就慢慢地迅速空降了下去 就在这时上面的地面突然开始弹 队友赶紧提醒下面的人解开钩子 于是消防员立马带着大爷贴紧的悬崖 下一年 价值几百块的消防师就叫死 好在大爷和消防员都安然无恙 真是悲催的一天 不要钱的小星星记得点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